大家好,我是Stan 超级新人艾莉 在出道仅8天后 就进入了美国BitBot的排行榜 根据美国BitBot当地时间2号发布的最新排行榜 艾莉的迷你第一张专辑 Super Dear Me的主打歌Magnetic 分别在全球200和全球排行榜上 拿下了63位和33位 这是K-pop女团的出道歌曲 在该两个排行榜上 获得的有史以来最高配命 Magnetic在世界最大的音乐串流平台 Spotty Pie上的表现也非常亮眼 作为K-pop女团艾莉的出道曲 Magnetic是首支在出道当天 就登上美日全球热歌榜的歌曲 并在接下来的8天内持续上升 最终登上了14位 该歌曲在美日美国热歌榜上的最高排名 也达到了51位 累计播放次数达到2200万次 累计听众数也达到了约280万人等 在海外创下了非常惊人的成绩 依据韩国Hunter Chat的数据 Super Dear Me专辑在发行首周销量超过38万张 创下了K-pop女团出道专辑首周销量的新纪录 并且在历代K-pop团体出道专辑首周销量排行中 名列前五获得了巨大的人气 然后在4月3号 艾莉在特修音乐节目拿下了一位 这是自上个月25号出道后 仅8天内取得的成绩 目前在美轮排行也位于2位 仅次于幼稚园的《Nanana Punggondakji Seginikan》 大发 不过歌曲真的很好听 舞蹈也是编得很好 虽然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但如果新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不是可以期待能成为第二个5050呢? 确实是值得关注的新人没错 但希望在提升清唱实力后 再开始海外活动应该会更好 因为昨天在特修的安科舞台 在韩网引起了一些争议 果然是歌曲好 所以在美轮的排行也很高 专辑销量也持续良好 看来最好的宣传就是歌曲本身 对于新人女团艾莉的成绩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机场跟大家热情打招呼 结果走过了入口的雨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由金水扬和金吉文主演 目前收视率持续攀升的韩剧 这里有一对比任何人都热爱着彼此的夫妻 故事就是从培销努和洪黑银两人的相遇说起 黑银隐瞒自己富三代的身份 以实习生进入了君子百货公司 并与前辈培销努首次相遇 黑银看着黑银因为不懂人情事故 而经常受到上司的批评 甚至连复印都做不好 决定伸出援手帮助黑银 我是十二大学法学院毕业的 虽然我家在乡下 但在村子里也算是生命显赫的家庭 我家养了大约30头牛 而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不是月租 而是全款哦 我也有一定的积蓄 你想说什么 黑银小姐 万一你在实习期被解雇了 找不到新工作 我可以对你负责的意思 说实话 我原本更喜欢双新家庭 但如果是你 我愿意负担家中的经济负担 虚弩向黑银表白了 表白后 他递给黑银一把雨伞 自己却临着雨跑向了地铁站 明明自己有接送的司机 看着正在雨中跑向地铁站的虚弩 黑银感到一丝心动 最终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谈起了恋爱 然而 当黑银知道了黑银的真实身份后 就辞去了工作 并离开她回到自己的老家 就在黑银在家闷闷不乐的时候 黑银突然把她叫了出来 什么 黑银居然乘着直升机 出现在黑银的面前 之后黑银说出一番求婚词后 两人决定了结婚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 生活吗 三年后 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 黑银在结婚后 变得越来越强势 导致他们之间经常争仇不断 作为百货公司的社长 和法务组理事 他经常在公众面前讽刺黑银 而且与黑银夫妇同居的 岳母岳父以及弟弟夫妇 都不喜欢黑银 黑银更是不会站在黑银这一边 也不替她说好话 很快周围的人和媒体都开始怀疑 他们是否会离婚 为了平息这些离婚的传言 黑银说 快点生孩子 然后你去美国吧 但她对所有事情都不考虑黑银的意愿 这让黑银每天都感到非常痛苦 吃过我家饭的人 想乖乖地走人 那是不可能的 以防后患 可不能让她站着离开我们家 黑银虽然很想离婚 但她因为害怕岳父伤害她 她没有办法提出离婚 这个家还有个传统 祭祀也都要由女婿们准备 黑银又是向好友请诉 又是独自接受精神科治疗 这段婚姻对她来说已经是一种折磨了 别担心 我不会让你流一滴眼泪的 亏乖乖还信了当时的求婚誓言 其实自己早就哭成泪海了 受不了的乖乖想散散心回到了老家 在一犯苦恼后 乖乖决定向黑银提出离婚 也把想要离婚的事情告诉了家人 家人们纷纷表示 为什么 回到家的亏乌 把写好的离婚书从保险柜里拿出来 就在亏乌要将离婚书递给黑银时 黑银先开口说 自己也有话想说 我活不长了 医生说我只剩下三个月了 亏乌不管相信地待在了原地 黑银说自己已经去医院劝人过了 面对平淡的黑银 亏乌担心地流下了眼泪 她说一直以来都很对不起她 以后不会再让黑银生气了 没有你 我该怎么活下去啊 为了掩盖离婚书 跳怒流着眼泪爆起了黑银 黑银真的只剩三个月了吗 两个人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呢 韩剧 Numre Yoang